李子佳突遇到这样奇葩 奈摩属性小波波夫 确实是有点小小无语 打不赢 还赖上裁判 明知这个场地没有应演挑战 小波波夫 依然纠缠不已 死活就要裁判给个说法 还好 李子佳也是见惯不惯 作为未免冠军 大马一哥李子佳 也总算给足耐心 给期待已久的大马球迷 霸气演绎王者归来 来到芬兰赛场 也算是半个主场优势的小波波夫 压根没想到 在之前两战赛事持续低迷的小李子 会进入状态这么快 上来就是连续点杀4比0开局 是不是大家都认同 李子佳更胜一筹 那是在2022年的德国羽毛球公开赛里面 小波波夫是1比2输给了李子佳 当时的比分小波波夫是13比21 21比18 12比21 今天这个下午估计很多朋友 看来真要跟李子佳硬碰硬 比拼进攻火力 他是明显干不过了 既然硬来不行 就只能来软的 特别是小波波夫 突然发现李子佳的很多失误 都是自己的无畏失误时 他就更加坚定自己 要去磨一磨李子佳的决心了 跟大马一哥摩多拍 比拼耐心同时 也瞅准机会 去抢夺控网突击的机会 5比5 6比6 7比7 是在上半区 陆光组也是在上半区 在下半区 是有个锋利 对于能源当时影响大 这也是当时 很多球迷谈论的一个话题 波波夫将比分追平 今天波波夫我们看到 打得非常积极 而7比7 发后场 拉开 你看 今天李子佳给波波夫 这种头顶正守卫的 发力的机会太多 好球 李子佳也是还以颜色 漂亮 他一度咬住了比分 但李子佳很快就意识到问题 既然你要玩 那我就陪你好好耍一波 他立马在进攻端 还以颜色 既可以打抽球 又可以打杀球 然后点 这三连击 重新建立优势 虽然小波波夫 用这一记大斜线 止住颓势 波波夫的这个大斜线 杀得漂亮 有球迷说是 电脑版不能同时看是吧 那我也给大家一边再介绍 那一侧的情况 但李子佳依然守住两分优势 进入第一次技术间歇 论硬实力 李子佳是明显要高对手一筹 休息回来后 李子佳主动提速 上来就拉出三比一进攻节奏 他理想 当然目前比分他还处在一个领先 但是我觉得现在李子佳越打越好 而且从十四比十一之后 小波波夫一再被他连续调动 机会 接外了 现在 李子佳的这个领先优势 拉开 对拉 机会 漂亮 他又一次拖出四比一的进攻小高潮 换球 是比较频繁的 翻上顶高 又是机会 好球 这个球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就我从我这个视角看 好像打在了拍框上 我听那个声音啊 十八比十二 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但李子佳又有点松懈下来了 跳起来 公支线 拉开 子佳非常耐心 漂亮 一板突击 看来 开始以赛带练吗 好好摩力摩力自己的赛场节奏 小波波夫 趁机连锥三分 都已十九比十五了 可李子佳马上就又不跟他玩了 这个北极羽毛球公开赛 以前就叫这个 芬兰羽毛球公开赛 直接二十一比十五 拿下第一局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而进入次局 李子佳依然在攻防两端 把比赛节奏拿捏死死 特别是这样的慢节奏打法 李子佳也丝毫不处 而这一记极限勾对角 憋屈许久的小波波夫 也趁机爆发了 他一再跟裁判争执 这是明显的出界球 哪怕 现身明明已给出坚定无比的手势 但他依然与主裁判一再纠缠 试图要一点说法 中断比赛节奏同时 也给裁判和李子佳一点心理上的压力 但显然 他这次算计失策了 小波波夫的机会 不仅裁判没给他半点面子 李子佳也依然保持住火辣手感 小波波夫现在自己的失误越来越多 又是三连击 直接把比分拖到7比1 三好场地 雷兰西那边的解一下比分 在第一局雷兰西是17比21 现在第二局是10比11 让人绝望无比的开局 虽然连续三次的失误 让对手一度追至4比7 但李子佳马上还以颜色 用更强势的四连击 直接带出7分优势 进入了第二次技术间歇 比比4 李子佳这一局就很轻松了 休息回来后 李子佳也似乎变得更具耐心了 没有十足把握 不会主动发力去进攻 往往都是在耐心防守后 后发制人的去突击 这也让比赛变得稍稍沉闷起来 可当小波波夫 想把比分逼近的时候 李子佳也总能把他的势头 给压回去 守住7分优势来到了 15比8 然后在网口各种控制 没想到对手还能这么抽回来 雷兰西那边 雷兰西那边还落后呢 第二局 看到有机会了 小波波夫就采用 更加消极的多拍拉掉 试图将唤醒 上一战比赛 曾单举紧得两分的小李子 但李子佳才不上当呢 你愿意陪我练练球 那就更好 拉开 机会 你不想让我加速 那我就耐心跟你摸一摸 找找比赛手感 这会儿小波波夫啊 落后多了 反而耐心了 哎 这个球 不算啊 这是李子佳的多分啊 小波波夫是打得有点 都不加速 我觉得他也不是不加速 因为对方这种打法 也在限制他加速 但是李子佳你看现在 很耐心啊 很耐心 你看现在小波波夫 他没法让他加速 势不过三 小李最终还是拒绝延续 日本 中国 连续两战公开赛低迷状态 成功在北极公开赛 不给欧洲汉将小波波夫 这突变的耐磨属性打法 半点面子 你完拉掉 我就陪你 攻防两关完胜对手 对 这样的情形之下 反而对李子佳变得更有利了 刚才是2比0 战胜了梁俊豪 咱们这边呢 第一场没完 或者说是马上就完 然后下一场就是大波波夫 对李子佳了 然后呢 一号场地是 莲莲西对天灵勇士 紧挨着呢 是金亭对陆王主 收掉往前 好球 反手搓 漂亮 鼓动进攻 20比10 20比10 他带出整整10个场点优势 而小波波夫 也彻底绝望了 最后随着这一记击球出界 李子佳几乎是汗都没咋出 就轻松拿下了这比赛胜利 养生打法 给足耐心的大马一哥 也是打得很不错 那李子佳就2比0 战胜了小波波夫 那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静面很好 这场比赛的准祝